欢迎来到珠宝之心,女王的珠宝沙龙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打开的是Piaget的珠宝盒 一朵玫瑰是一件钟情 两朵玫瑰是两情相悦 三朵玫瑰是我爱你了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Piaget Rose最新系列的发表会 1982年,梅昂之家的主人培养出了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玫瑰花 他参加了日内瓦国际玫瑰竞赛,获得了大赏 为了感念Yves Piaget先生对于玫瑰栽种的热情 他把这株得将的玫瑰命名为Piaget Rose 2012年,伯爵为了庆祝Piaget Rose三十周年庆 特别推出了这个Piaget Rose系列珠宝 今年Piaget Rose系列适逢35周年 他们推出了系列的新品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三个主题概念的新品 Piaget Rose系列呢,主要有三个主要的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雕塑玫瑰 首先我们来看到雕塑玫瑰的这条项链 它的花心中间呢,是非常闪亮的钻石 而且非常特别的是这条项链是可以调整长度的 好,非常轻松的就可以往上下滑 拉动 那建议大家呢,最美丽的最好看的配戴方式是 把它拉成有点不对称的 雕塑玫瑰今年还有另外一个新品哦 是非常可爱,请迷人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用了Piaget非常特别的扭枝精工的技术 让它的戒尾上面出现了扭枝的效果 很像是玫瑰的枝叶藤蔓 然后围绕在你的指尖 而且这个系列呢,它还采用了阿勾亚珍珠 然后搭配玫瑰和钻石 非常的别致 然后另外一个设计呢 就是在珠宝上采用了粉红蓝宝 搭配玫瑰跟钻石 同样也非常的迷人 雕塑玫瑰的部分呢 今年还推出了非常别致的手环 上面呢是玫瑰钻石 还有碧玺 好,那一共推出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玫瑰金,一个是白K金 好,然后这款手镯呢 非常容易佩戴 那我来示范给大家看 看,就这样子 轻松的 就可以把它戴在手上 Piaget Rose系列的第二个设计主题呢 是镂空玫瑰 今天你可以看到两朵非常漂亮的镂空玫瑰 我们把它戴在手上来看,让大家看一看效果 像这款呢,中间同样的在花心部分有一颗链石非常漂亮 然后戴在手上非常的大气 Piaget Rose系列的第三个设计主题呢 则是蕾丝玫瑰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蕾丝玫瑰呢 它是比较平面的 比如看到我们看到这个手环 我手上的这一条呢 可以叠带 有一朵大玫瑰又一朵小玫瑰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手链上面呢 还有蕾丹了非常漂亮想要的粉红蓝宝石 好,所以这三条效果下去叠带 非常的漂亮